记者调书林云林报道,不满被指成是爱情骗子的立委刘建国,对电视台主持人陈斐娟提告,是林帝简署以该文字是依据李婉玉的谈话内容,且民意代表可受公平不弃诉。 今天刘建国参加云林同花季时忙着行销云林婉拒回应,电视主持人陈斐娟因邀请新北市议员李婉玉聊到与旧爱刘建国的床照事件前,陈斐娟在粉丝专页预告节目内容张贴刘建国是爱情骗子,不久后,陈斐娟被刘建国控告涉嫌妨害名誉。 检方以陈斐娟并非任意损他人名誉,并判证刘建国是民意代表可受公平,昨天对该案处分不弃诉,刘建国今天到谷坑香荷包公园参加云林同花季,忙着带服务团队和选民搏感情,针对提告不弃诉,不愿多做回应。 说完,刘建国还不忘大力行销云林同花季,盛赞此地物产丰富,客家小吃特别好吃,邀请大家来云林看美丽洁白的同花,保证不需此行。